书馆开书咱们继续聊天 今天呢咱们继续聊着 赵惠军们是如何剿灭大小合卓的 咱们原来一直说是清平大小合卓之战 哎到了现在呀 咱们就可以说是赵惠将军平静大小合卓了 因为呀这会赵惠呀完全掌握了兵权 正式的统领着八旗部队一城一堡的攻克南疆 咱们这部书我很快的也要进入到关键时刻 下段书啊就会讲到黑水营之围 那我们都知道这黑水营之围是大小合卓的叛军 把赵惠的八旗兵围在了黑水营 差一点啊不但断送了这几千八旗将士的性命 最为严重的是啊 一旦这黑水营一战大小合卓一方取得了胜利 那么就是这大清朝廷和乾隆皇帝呀 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富之东流 还要向南疆再派兵派人继续的一个城一个城的收复 那么说为什么怎么不直接就讲这黑水营之围呢 咱们先得呀把这事件颇垫清楚了 您得弄明白这八旗兵自进南疆以来 除了自己的失误 就是那些带兵将领的大义呀 可以说呀几乎在对战上边啊就没吃过亏 那今天咱们要是不把这个头讲清楚了 往后捋呀 您必然就得有摘不开的疙瘩 既然如此咱们就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那咱们呀就先从这小合卓这头开始说 这小合卓呀 在乌石城下中了霍吉斯的金蝉脱鞘之计 让这个老狐独呀 哎 身不动绑不摇的就自己走进了乌石城 眼睁睁的就看着他现成投降了清军 那么说在这乌石城下干瞪眼的生气呀 肯定不是办法 于是这小合卓呀 率军就回到了喀什嘎尔 那么说他为什么没去自己的大本营一二枪呢 因为他呀 要先到喀什嘎尔找到自己的哥哥 大合卓布洛尼都商议一下 如何应对逐日逼近的清军 以及啊之后的打算 不几日啊 这小合卓带着自己的大军就到了喀什嘎尔 进了城之后啊 一见到大合卓 这大合卓布洛尼都一看自己的兄弟来了 先示意两旁的人退下 然后啊 他可就拿出点哥哥样来了 什么呀 破口大骂呀 那意思无非就是啊 我早就说过了 咱们应该呀顺应天意投降天朝 归顺了大清归顺了伯格达汗也就完了 你说你自己非要给自己啊 封了一个什么巴吐尔汗 还把这大清朝啊 来的使者给拘押了 引得这八旗大军前来进巧 你看呢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阿克苏 乌什 库车 赛里木 沙埃尔等等等等 这些个城镇都已经啊 被这个清军攻陷了 远在最南边的和田城啊 跟咱们也不是一个心 现在可倒好 搞得咱们兄弟二人呢 只剩下 喀什嘎尔和伊尔枪 两座孤城 你说事到如今 你我弟兄是如何聚首啊 有主意呀 你赶紧拿 没主意呀 我倒是有主意 这小和拙呀 翻眼看了看大和拙 说怎么着 哥哥 您又是要投降啊 这大和拙说 怎么着 那你有好主意吗 你 这小和拙说 您招什么急 好了歹了 咱们不是还剩两座城的吗 你我兄弟各首一城 他若攻南城啊 北城来源 他若攻这个北城呢 南城来源 这么一来呢 咱们对清军呢 可就成了夹击之势了 再者呀 我早就听说了 这赵慧手下 没有多少兵 这雅尔汉善呢 给他留下了七百千兵 他从北疆带来了 不到一千 您想起吧 我的哥哥 他得了咱们这么多的城池 总要是留兵把守 这沿途的绍卡 村庄 以及桥梁 还要留人 能够真正调动指挥的 我想啊 也无非就是三五千人 那咱们两城加到一起啊 这骑兵 就已经过了万了 您呢 不用怕 我呀 先回到叶尔枪 您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到时候咱们有什么事啊 快马联系 也能做到守望相助 他们呀 最好是先来打我的叶尔枪 兄弟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无论来多少八旗兵啊 我都要让他们死在我叶尔枪城下 这大合着呀 叹了一口气说 哎 事到如今呢 也只好如此 你去吧 那全世界都知道啊 这乾隆皇帝针对大小合着 已经颁布了预旨 乾隆皇帝旨意当中说呀 这南疆之乱 最在小合着霍吉湛一人 除霍吉湛 阿布都 克罗牧以外 包括大合着 波罗尼都 以及南疆一切回重 是皆不追责 那么说乾隆皇帝 这是大度吗 当然不是 这明显是反歼之计呀 刻意的 给这南疆制造矛盾 分裂大小合着 叛乱的阵营 咱们书中啊 得交代一句 您别看这大合着 波罗尼都啊 这一路以来 是抱怨连天 可是啊 他跟他兄弟 小合着 霍吉湛的感情是好的 直到最后 他与这小合着 兄弟二人 仍然是不离不弃 哎 这旨意当中啊 除了这大小合着 兄弟二人呢 还提到一个 谁呀 就是那个 阿布都克罗牧 这人是谁呀 我要不说呀 您一定是忘了 这位就是 当时镇守 库车城的那位 阿奇木伯克 小合着 霍吉湛的死忠坟 这乾隆皇帝认为 这个狗腿子呀 实在是太可恶了 所以说 在圣旨里边啊 免了这个罪 那个罪 就连大合着 波罗尼都啊 在事后都免于追责 哎 只是把他呀 阿布都克罗牧 划入了贼手 咱们先放下 这大小合着 兄弟各自分头 去做战争 准备不表 咱们再说说呀 这清军这头 这些日子 这赵慧呀 可没闲着 首先说呢 有一件喜事 就是这个 和田地区来人了 和田城的阿奇木伯克 给这清军大营当中的 主帅赵慧来信了 说这和田上下回众啊 都愿意归降大清 希望这清军呢 立刻派人来到和田 接收这座城池 经过这个赵慧呀 和这个俄敏合着 伯克恶队 以及啊 霍吉斯等人啊 研究过后 得出结论 认为这个和田城啊 是真心来头 所以呢 这赵慧立刻就派这个 伯克恶队 和这个侍卫 林扎博率领一只人马 去接收和田城 这说是好事啊 也有发愁的地方 这人马呀 他又去了一部分 紧接着又派这个贝勒御素福 与这个将领丑答 再加上啊 这个伯克恶队的儿子 恶斯们一起啊 镇守阿克苏 乌石库车赛里木 沙儿一带 这您就能看得出来 这赵慧实在是派不出什么人了 就出现了这一人身兼 多值的情况 现在的乌石城啊 已经归降了清廷 城内的百姓啊 就自然是大清的属民了 那城内有多少人呢 有五千多户 两万多人 这战乱期间的大清朝 自然得是出钱出粮 养着这些子民 那么官员 兵定 马匹 资重 都缺 那有句话说的好 这巧妇人呢 他难为五米之炊 乾隆皇帝接到赵慧的奏报 他也觉得 这前线确实需要大臣呢 去补充这些空圈 于是呢 就分别启用了这个 苏赫德和厄石 这苏赫德呢 满洲整白其人 厄石啊 是世家出身 他爹呀 就是雍正朝 非常乙重的大臣 恶尔泰 咱们讲这个清征准嘎尔之战的时候 哎 在这个伊犁城外 黑山头上杀身殉国的 就是他的亲哥哥 鄂容安 这两个人呢 都有一个特点 因为这身上啊 都背着戴罪 办差的包袱 这乾隆皇帝的旨意当中啊 就说的非常清楚 书赫德旅获重钱 饿食 权位效力 此次当分免赎罪 勤住房数年后 派员更换 若因九术私家 诸事怠度 仍当重治其罪 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呀 你们两个呀 都是戴罪之身 现在朕重用你们呢 你们就应该要分免赎罪 现在的新疆啊 虽然条件艰苦 又是战争年代 所以说呢 数年以后啊 朕自会派员去替换你们 但是你们要是因为私乡啊 而怠惰军务 那你们这简直就是找死呢 不光如此 这乾隆皇帝呀 还令这个驻巴里昆领队大臣阿里滚 挑选三千匹战马 援助南疆 说到这三千匹战马呀 还有点乐子事 这三千匹马呀 这乾隆皇帝是准备呀 让这赵慧拿下南疆之后 骑上这三千匹战马 尽叶而强承的 好让这个进城受降的八旗兵兵啊 精精湿湿的 这乾隆皇帝的旨意啊 原文是这么说的 一使回人知我兵力 若非迎翔相继 必自陆续调拨 断不终止 这仗还没打完呢 乾隆皇帝想的还挺远 他的意思是说呀 并管打下哪座城池 进城受降的这些八旗兵兵 必须精精湿湿的 所成之战马呀 那必定得是标匪体壮 让这帮回众看看呀 我们大清国兵强马座 谁要是再敢造反呢 大军杀来 必是摧枯拉朽 平成灭寨 后来因为战事紧急 前线缺人 这阿里滚呢 也被留在了南疆 听从赵慧调遣 不用回巴里昆了 至于这兵的方面嘛 乾隆皇帝也是一到欲止 就发到了纳木扎尔和三太的军前 催促他带领着这四千人呢 还得赶紧走 前面朕说那话呀 不做数了 别慢慢悠悠的了 因为赵慧那缺人 要不就说呀 给这乾隆皇帝当差呀 他难当 这纳木扎尔和三太呀 前面接到的圣旨是呀 不着急 别把这军马呀 累的太瘦了 到了前线不服使用 你们呀 得慢点走 那现在呢 乾隆皇帝一到旨意 又让他们加紧行军 说实话 快也好 慢也好 不是谁一句话的事 就能够办到的 几千人的部队呀 从京城出发的一路之上啊 粮草 资重 战马 驼夫 包括天气 地矿 这些呀 都是影响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 最后啊 这赵慧军们在乾隆二十三年的 九月底 决定出兵一耳枪 那么说 这兵不够 将不够 这战马 自重都缺乏 难道这赵慧犯了兵家大忌 他要贪功冒进吗 还真不是 主要是啊 这乾隆皇帝的圣旨 一道一道的发到军前 催促赵慧出兵 那么说 这乾隆皇帝 明知道前线兵源不足 催促赵慧出征 他就不怕 这清军到前线吃了大亏吗 嗨 虽然这乾隆皇帝觉得前线确实是兵源不足 可是这会儿啊 他却认为这大小合卓已经失了民心了 从那个库车 阿格苏 巫石 他得来的经验啊 是这样的 大军一道 所向披尼 这些回人呢 自会开成影响 实际呢 这就是乾隆皇帝 低估了宗教的力量 低估了宗教领袖 在这些南疆缠回心目中的地位 那些个城市投降啊 是因为宗教领袖啊 压根就没在那些城 就比如说这库车城 沙亚尔 还有啊 就是赛里木 和田 这些地方的回众啊 他压根就是黑山派 和这个大小合着的白山派啊 本来就是对立的 所以清军大军一到这些个城市 才开成影响了清军 再有就是政治老炮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您就比如说阿克苏和这个乌石城 这都是霍吉斯控制的城市 哎 这建峰使徒的老狐狸 他当然是谁腿粗 他抱谁的腿了 这乾隆皇帝就草率的认为啊 叶尔强和喀什嘎尔 和这些个城市一样 大军一到城内的城 会自然会抛弃大小合着 投降清军 您呢 王浩文书听吧 这乾隆皇帝啪啪打脸的时候啊 马上就要到了 这圣旨呢 一天天的催 赵惠军们呢 也只好发兵叶尔强 这一路之上啊 还算上顺利 大军过巴尔楚克的时候 倒是没费什么劲 这个小城啊 就投降了清军 这清军越城而过 是直逼叶尔强 随着这赵惠军们一同出征呢 也就是霍吉斯 额敏火灼 厄石 还有高天奇等人 所有的兵加到一起啊 也不过只有四千来人 这一路无数啊 大军在乾隆23年10月初三日的时候 就穿过了隔壁 来到了叶尔强城 二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叫灰奇阿里窟 大营刚刚扎下 赵惠军们就命自己手下一员将官叫门出尔徒 去叶尔强城边上啊 去侦察情况 摸一下地形啊 顺便要是能抓来个舌头 那是最好的 把这侦察兵安排出去以后啊 乾隆皇帝的亭记也到了 大军出兵叶尔强以前呢 这赵惠就向乾隆皇帝奏报过 小河卓祸及战回到叶尔强城之后 将多轮回中 移往叶尔强等处 随将桥道烧毁 您看呢 赵惠这道奏报字数不多 反映的信息可不少 他说呀 这小河卓把这个多轮人呢 都牵到了叶尔强等处 那么说多轮人是什么人呢 这多轮人呢 就是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刀狼人 我想呢 一提到刀狼啊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前一阵子特别火的那个 唱罗刹海市的那位歌手 在这儿我可以负责任的跟您说 这个刀狼歌手啊 和这个刀狼人是任谋关系都没有 他之所以这么称呼自己啊 完全是因为刀狼人 是一支能歌善舞的民族 歌手总结了刀狼音乐的风格 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 所以呀 给自己取名为刀狼 刀狼人现在呀 被定性为维吾尔人 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同 他们认为自己呀 是蒙古人的后裔 是一支啊 厄鲁特被准干 韩国人欺负 跑到了南疆 才入了轿门 这个群体不好弱 首先说呀 他们骨子里呀 就流着这个能争贯战 蒙古人的血 其次呢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南疆这块土地 最后入轿门的民族 所以说啊 一旦呢 有什么护轿啊 圣战的事啊 他们比谁都凶 歌舞起来 畸形四射的人呢 打起仗来呢 自然也是玩了命的往前冲 当然了 我必须得声明一点啊 这是那会儿 现在的刀狼人呢 那自然是爱国爱教 心向和平的 历史上啊 对他们的称呼也不尽相同 如果您在古书上看到啊 什么多浪 道南 朵兰 朵兰 等等等等的名字 这都是在称呼刀狼人 今天啊 这个群体啊 主要生活在 喀什地区的 麦盖提县 和巴楚县 还有这个 阿克苏地区的 阿瓦提县等等 想来这小合着 霍基站呢 他是知道这刀狼人的个性的 他正需要这群呢 狂热的虔诚的叫门中人 成为他部队当中的一支有生力量 所以才把这些人呢 都牵到了一耳枪 这赵慧啊 同时还得知 这些回人呢 有一种储藏粮食的方式啊 很特殊 就是啊 把这些粮食叫藏 在地下呀 挖一个两米左右的深坑 底上铺上草木灰 上边呢 盖上席子和一层的麦草 灌上粮食以后啊 上边再盖上席子 再铺上一层草木灰 最上边呢 用沙土一盖 然后啊 立上个标石 这就算叫藏粮食了 如果遇到战乱呢 连标石都不立 只有埋藏粮食的人自己知道 有人说呀 他们这种埋藏粮食的方法 是为了防止这个发霉 以及重属毁坏粮食 其实呢 我倒是觉得这南疆啊 一直是比较动乱的 长年的处在其他民族控制的高压之下 试想一下 当年的准尔韩国呀 在此地 那肯定对粮食是连争带抢 你要是主动献出来呀 就算是食屋税 你要是不主动献出来呀 大军一到啊 是进屋就抢 你要是敢说没有 粮食一旦搜出来呀 那还就人头落地 命都没了 这乾隆皇帝街头奏报之后啊 首先他觉得刀狼人这个事啊 不成问题那无论是哪的人 什么民族 什么人种 你愿意和谈呢 我们大清国就接受 你不愿意和谈 要打仗啊 那咱们就 是吧是吧 至于呢 要拆毁桥梁这件事情上啊 乾隆皇帝 安危召会说 你不用着急 这十月份了 马上天就冷了 再一进入枯水期呀 要不接呀 这河床里就没有水 再不然呢 这河床里有水呀 也要冻成冰了 大军踏兵而过 还要什么桥梁啊 你呀 连做法子的功夫啊 都省了 原指说呀 当此冰寒水枯时 桥梁虽毁 我兵福度或顺乏 无不可辙 这回人有多 叫藏粮食者 行军所致 须留心诱节 以资接济 这乾隆皇帝感兴趣的 还是这南疆啊 藏粮食这件事情 他嘱咐赵会呀 逮着这火口之后啊 无论是诱骗还是恐吓 一定啊 要把藏粮食的地方 问出来 这行军打仗哦 粮食是最主要的 有粮你就不慌 当然了 这赵会后来也是这么办的 咱们之所以讲这件事情 那到后来是必然有故事要发生 那是后文书的事啊 咱们在这啊 还不能给您揭秘 正在这赵会军们 看完朝廷来的亭记之后啊 这会儿出去侦察的门主二徒 也回到了中军当中 他跑进大战 给赵会行了个礼 打了个签说呀 回大帅 我回来了 在这叶尔枪的城门附近呢 我抓到了一个舌头 谁想到啊 动质太大呀 捅了马风窝了 叶尔枪城内就出来了两三百名骑兵 不过呢 追到咱们大营的时候啊 被咱们的这弓箭手射回去了 可是呢 咱们这个出兵的动向啊 我估计这叶尔枪城内 已然就得知了 这召回一听 抓了一个火口俘虏啊 那自然是很高兴 于是啊 命人连夜突审 这一审才知道 这名俘虏啊 原来是布鲁特人 布鲁特人呢 按现在话说可不是维吾尔 按现在的族群划分呢 他或者是吉尔吉斯 或者是克尔克兹 这俘虏啊 招对出很多情况 他说小合作霍吉斯 逃回喀什卡尔 见到大合作以后 兄弟二人约定各首一城 相为声援 这大合作波罗帝都呢 在这喀什卡尔啊 有一万多兵马 小合作这边啊 叶尔枪城内人更多 广是骑兵就有五千多人 这步兵到底有多少啊 他不知道 除了这个南疆的缠回之外啊 还有部分的 俄鲁特人和布鲁特人 这俘虏还说 城内的所有居民呢 从哪个城迁移来的都有 唯独啊 从这个赛里木 迁来的回众 被小合作通通杀死 大概有三百余口 这也很简单呢 因为啊 赛里木的回众啊 全是黑山派 黑山派在这待久了呀 好吃好喝 好戴上还行 一旦缺吃少穿呢 那自然就会发牢骚 小合作把他们杀了呀 是防止他们动摇军心 您看这个叫门 就这一点呢 让我挺不佩服的 不光是杀异教徒 他们呀 连自己相左的教派 也要屠杀殆尽 那这会儿的 霍吉斯就凑过来了 问这名俘虏 那我的家人 现在都怎么样了呢 这俘虏说呀 小合作回来以后 对外宣称的霍吉斯啊 战死在了 与清军的混战当中 并且对这个民众宣传呢 清军所到之处 我是无不屠城 一旦现在有人开城迎降 清军杀进来呀 无差别的屠杀 虽然呢 城内居民是多有怨言 但是啊 在他的煽动之下 还是不敢开冲 至于霍吉斯的家人呢 这名俘虏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在这儿啊 我倒是可以跟您交代一下 这小合作一回来呀 就把霍吉斯的家人 全都控制起来 关押到了水牢 这赵慧心想啊 既然兵已经到了人家的城下 城内守军呢 也已然知道了我军的动向 这撤军呢是不可能的了 撒出人家呀 到各处的村庄牧场去找吃的 发掘教宿 山中啊 去搜索牛羊 带回营中是已作军资 如果真像这名士兵说的这样啊 城内对小合作不满 一旦民变 到时候啊 我们也算是有机可乘 就在这赵慧派人去乡下 搜索这牲畜粮食的时候 突然呢 有一队人回来奏报 抓住了一批乡民 有重要的情报 要禀报大帅 这赵慧不听啊 还责罢了 赵慧听了他们的招供之后 这才要中了小合作的牢笼计 才要兵困 黑水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